一条黄花鱼 一条黄花鱼 半煎煮黄花鱼完成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个潮州家乡菜 半煎煮黄花鱼 一条黄花鱼 重400克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 新鲜的鱼在鱼市场买回来 我们回家如何处理 有些人喜欢吃鱼头 鱼头也要洗干净 鱼头先揭开 鱼头很新鲜 鱼头很新鲜 鱼头和鱼的鱼 כ 鱼头放过鱼头 鱼头放上去 割到鱼头 鱼才够到鱼头 鱼头有一条鱼头 鱼头放在这ーツ方 拿鱼头放在鱼头 用刀、剪刀、刀、刀、剪刀 用刀或剪刀 用刀打乾淨 不然不处理乾淨 有些刀黏在口就不好吃 脖骨也有血线 要清除 不會腥 這是魚肩 要把黑色的膜撕走 也要清除 什麼魚處理過程都是這樣做 清洗完魚 放在刀機上 用瓶水 清洗乾淨 可以煮來吃 我喜歡用粗鹽來醃 如果沒有粗鹽 用幼鹽也可以 用半茶匙鹽 把魚掃勻來醃 魚內的多餘的水分 會把鹽排出來 煎的時候 魚會比較實 醃5-6分鐘 要煮的時候就可以了 有些配料 四片的薑 切絲 芹菜適量 切斷 一隻的紅椒仔 切開一件件 兩棵的蔥 切斷 芫荽 切斷 調味料 半茶匙糖 一湯匙潮州豆醬 半茶匙生抽 清水200毫升 有些朋友說 為何煎鰹魚皮會脫 因為沒有把鑊燒熱 燒熱 再加些油 油要熱了 才可以放魚 皮會脫掉 鑊已經很熱 加1湯匙油 把魚放在一起 先用鹽醃 現在看到鹽有些鹽 先用手 把魚放入 不要放進去 這樣放進去 輕輕放進去 然後放進去 大火 中火煎一下 煎了1分鐘 現在可以加香脂 讓它在旁邊有薑的香味走出來 只要這樣煎一邊 上面這一邊就不需要煎了 現在炒香一下薑 然後加入豆漿 醬料放在鍋邊 把香味走出來 芹菜、辣椒、蔥頭 芹菜不要放進去 炸慢一點 少許糖、生抽、水 要煮水 蓋上鍋 蓋上鍋後 煮沸後收回中火 因為魚是400克 煮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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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蔥和芫荽 蓋上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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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鍋子上 半煎煮黃花魚完成了 又到開心試吃時間了 聞到很香 因為有很多蔥的香味 拿了豆醬 你看條魚是熟的 煮時間剛剛好 很鮮嫩 黃花魚的肉質比較幼嫩 吃到口很滑 很好吃 帶有魚的香味 因為我們一邊是煎過的 所以有兩種食飯 如果喜歡今天的介紹 請跟家人分享一下 記得按讚 訂閱頻道 還有這個食譜 分享出去 還有很多家常的小菜 包店 歡迎上去重溫一下 多謝今天的收看 下次見 拜拜 剛剛才車子已經開鼓了 我們今次去東京 就是跟我女兒 拿著醬一起去 媽女廚房